台北市政府举行了绘本比赛 主题环绕着环境教育 金奖作品充满创意 是以一只吃不下厨余的猫咪 点出了圣食过多 以及食物分配不均的现况 期待换起更多省思 稀释环保方能永续 一只学校的猫咪 吃下了好多人类留下来的圣食 是我最爱的花椰菜 有一天却把肚子撑破了 想吐的感觉 小美的午餐 我们在学校就会看到很多同学 就是吃完东西都倒很多厨余 让小朋友就是体会到就是 真的那个倒出去的厨余很多 然后多到让猫咪吃了之后 整个就是吐出来 学校外面却有小朋友 再为了肚子饿的烦恼 还有另一个故事是猫咪 把得到的圣食分给一对人类妇女 但他们当然没有办法吃 但邻居也因此知道他们的困境 纷纷把食物做分享 是共享食堂的志工 哥哥我的工作 就是到这附近的店家 去收集他们愿意提供的食材 拿回共享食堂 送给有需要的人 这些故事的内容创作 来自于台北市举办的 2024环教饗宴比赛中 台北会童话绘本的金奖作品 点出了社会上食物不均 与生食过剩的问题 有食物过剩的问题嘛 所以我们如何让它更均匀的分配到 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里面 或这样的方式 它可以不需要透过去 祈求人家的一个形式的话 可能在实际上的帮助是更有效的 我看到很多的伙伴们 在创作过程 对这片土地的情感与爱 这次绘本内容 还包括用电过渡资源回收等内容 环保局表示 希望借此活动 鼓励大家爱护地球 跟一起朝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迈进 大爱新闻林家珍检缘机台北报导